欢迎收看小鱼饮品课堂 这一堂课呢 我来教大家做这个满杯红西柚啊 它是一个西柚类的水果茶 大家呢 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哦 首先呢 我来介绍一下 它所需要用到的原材料 一个呢 是红西柚汁 一个呢 是蜜桃乌龙茶叶 这里呢 我没有用茉莉啊 用这款茶叶呢 口感会比较特殊 然后呢 还有需要用到一个桂花洞 这个桂花洞呢 我已经提前啊 做好了 怎么做 大家呢 可以看我以前的一个视频啊 好了 简单的原材料呢 我们就介绍完了 现在呢 我们开始首先教大家 怎么泡这一款蜜桃乌龙茶 大家呢 仔细的看一下哦 首先呢 我们取一个凉杯啊 我们在凉杯里面啊 倒入我们的啊 蜜桃乌龙茶叶50克 倒入完我们的这个蜜桃乌龙茶叶50克以后啊 我们再取一个凉杯啊 接入1200毫升的开水 就是开水器啊 里面出来的水 接完了以后呢 我们取一个这个温度计啊 测一下给他要冷却到90度 因为乌龙茶呢85度到90度啊 泡啊会比较好 我们呢 先给他稍微冷却一下 好 大家看90度已经到了 到了以后呢 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直接呢 把这个水啊 冲到我们的这个茶叶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盖上盖上盖子啊 计时焖10分钟 然后呢 我们这个计时焖的时候啊 我们给他放到旁边啊 我们再取个凉杯 在我们的这个凉杯里面啊 放入啊800克的一个冰块啊 加入进去 撑了800克冰块以后呢 我们提前拿个茶袋放在上面 等一下呢 过滤要用啊 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这个呢 泡的只是一个比例啊 大家呢 做的多啊 比例是可以放大的啊 你的茶叶啊 水还有这个冰块 都可以跟着你的这个倍速啊 不停的去放大 但是呢 这个焖茶时间啊 是不要放大的啊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个泡茶时间啊 快到了啊 时间到 时间到了以后啊 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直接呢 给他过滤出来就可以了 过滤的时候呢 这个茶袋啊 一定要慢慢的往上起 过滤好了以后呢 我们拿个八勺啊 把它给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啊 出来了一点啊 我们呢 要把这个过滤好的这个茶叶啊 再给它焖回这个茶汤里面啊 就给它冰镇着 这个时候呢 冰镇啊 起到一个茶叶啊 让它这个味道更加香浓 更加香的一个感觉啊 激发它的茶感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冰镇时间呢 大概15至20分钟啊 都可以 我呢 选择的是20分钟啊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个冰镇时间啊 已经到了 时间到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啊 把这个茶袋啊 给它提起来就可以了 提起来了以后呢 我们再拿个八勺啊 给它搅拌均匀 给它备用 这样我们的蜜桃乌龙茶汤啊 就泡好了 泡好了这个茶汤呢 我们可以啊 保存一天啊 但是不要过夜啊 最好呢 是在五个小时以内用完 是口感是最佳的啊 好了 刚才啊 茶汤啊 已经教大家泡好了啊 现在呢 我们开始来制作这一款饮品 我先教大家呢 做一个500毫升的量 我们首先呢 取一个500毫升的雪克杯 在雪克杯里面啊 放入我们的啊 红细油脂啊 30毫升 然后呢 再加入啊 果糖啊 15毫升 然后呢 我们补上蜜桃乌龙茶 120毫升 补完了以后呢 因为我们做冰的啊 我们就加入大量的冰块 和少量的冷水啊 到达500毫升啊 给它雪克摇匀啊 就可以了 雪克摇匀了以后呢 我们取一个出品杯 在这个杯子里面啊 可以放入啊 我们的这个桂花洞两勺 然后呢 可以再放一个两至三片的一个细油片啊 作为点缀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做好的饮品啊 倒入进去啊 就可以了 大家看 这样一个500毫升的呢 满杯红细油啊 就做好了 我们再给大家呢 做一个大杯啊 700毫升的 还是的 取一个啊 这个雪克杯 在雪克杯里面啊 放入我们的红细油脂啊 40毫升 果糖呢 20毫升 然后呢 我们加入啊 蜜桃乌龙茶汤啊 150毫升 然后呢 我们补上大量的冰块和少量的冷水啊 到达700毫升啊 给它雪克摇匀 雪克摇匀了以后呢 我们取个出品杯啊 在杯子里面啊 放入我们的一个桂花洞两勺 再放一个两至三片的一个细油片啊 作为点缀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做好的饮品倒入进去啊 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样呢 我们的满杯红细油啊 就做好了 不管是大杯啊 还是小杯啊 它整体的一个口感呢 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在夏天呢 是非常受欢迎的 好了 这一堂课呢 我就讲解到这里了 大家呢 有任何不懂的 都可以给我后台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